吉祥樂推廣正信及環保觀念 淡水慈濟志工在貢修處舉辦祈福會 看到很多什麼天災啊 還有動物受到傷害的影片 就覺得慚愧 所以剛剛坐在台下 自己發了一個小小的心願 從自己開始 自己的家庭開始 我去改變 三年前新北市石門區發生雨災 慈濟相助 當地區長記得這份情 年年都來參加祈福會 尤其今年疫情年 更要政府與民間齊心 今年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很嚴重 那我想我們政府機關 那主要就是外在方面的防疫 所以持續在這一方面 一直鼓勵大家要做一些 正向的思考 要做一些心靈的安頓 政府跟民謙一起合作 一起來打勝防疫的戰爭 而雙和聯絡出的吉祥樂 這個活動則與勒齡學堂課程結合 志工有他們的考量 長者的部分他們就會比較迷信 那迷信的話就是 就怕他們七月的時候 又開始 葡萄啊 秀金座啊 然後拜婚的 所以我們就打算跟他們講說 我們一起來辦祈福會 一起來普渡 普渡眾生 也普渡自己的心 簡素 不少紙錢 儒素等觀念的宣導 老人家的傳統想法也與日俱進 以前是七月什麼都不能做啊 現在什麼都做 沒關係 因為七月是翻喜夜 七月什麼鬼門開 這個是民間信仰 那慈基教導我們的呢 就是說這是平安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發願的儀式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愛 跟這個善的知識能廣穿 祝福家庭 祝福別人 喬想平安中 也發好願祈福 吉祥願 存好心 人人都平安幸福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 台北報導 他們覺得很好玩